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休息过后 继续回到今天的多元族群分享爱的节目 今天这一集要跟大家聊聊就是 新住民朋友也可以来利用的一些 福利措施跟制度 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苗栗县政府社会处 妇女及新住民事务科的科长徐贵妹 再次欢迎徐科长 大家好 好科长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聊 其实有一些新住民朋友来到台湾之后 他们不一定马上就会涉及 可能就是会有一段空窗期 那他们可能会暂时领居留证这样子 那对于他们如果突然遇到一些 生活急难的事件的时候 这样子在涉及前的新住民 我们有哪一些相关的福利措施 可以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是的 苗栗县目前县内 所谓涉及就是持有我国的身份证 那一旦持有我国的身份 所有的身份证 所有的福利制度都会需求 比较完善 其实都跟国人一样 不是只是完善而已 它其实所有的福利资源都跟国人是一样 都跟我们一样 对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尚未涉及的 我们也列入考量 所以我们很积极的跟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 也申请了涉及前新住民 特进的相关福利 还有社会救助计划 还有预防吸引新住民 人生安全保护计划 等等的福利措施 协助遭遇到不利处境的新住民 解决生活的困境 那当然就是这些 尚未涉及的 我们会根据个案的情形不同 会依照不同的福利身份别 给予适当的资源连结 这样子 譬如说我们可以提供 姐姐生活辅助 子女生活津贴 托育津贴 伤病医疗 法律诉讼费 还有返乡的机票网站 他们机票网站也可以辅助 对 了解 那对于就是本县策略的 低收入户 那个中低收入户 在户籍内有涉及前的新住民 也提供医疗补助 这个大家也很关心 医疗补助也很重要 那其他像是比如说 遇到一些个案的部分 像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 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是一些性侵害的部分 这样子也有提供保护计划 对 我们除了 就是一般的电话关怀也会有 我们也会有家庭访试 然后如果遇到真正急 那我们也会经济的扶持这样 这个部分都是跟新住民朋友 息息相关的一些福利措施 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医疗的部分 其实像一些刚入境的新住民朋友 他们在这个空窗期 也许他们也还没有加入健保 那他们有医疗需求的话 在苗栗县内有哪一些相关的医疗资源 是他们可以来利用的 首先我想要说明的是 就是入境未满六个月的新住民 如果持有合法居留证工作 雇主就应该要先依相关的规定 为他办健保 这是没有等待期间的 可是但是对于出入境 那未加入健保期间 而又有医疗需求的新住民 还是有对不对 通常这个部分就是 就是入境比较常碰到 就是怀孕的妇女 苗栗县的卫生局也利用 就是卫生福利部健康署 烟害防治的一个基金 办理的新住民怀孕妇女 为那健保产前 检查的补助计划 提供涉及前为那健保的新住民 与国人相同的产前检查服务 检查项目有十次的孕妇产检 一次的超音波检查 一次的乙型链球菌塞检 两次的卫教服务 这个是新住民的怀孕妇女 她们在还没有纳入健保前 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前的检查补助 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也是涉及前的新住民的社会救助计划 我们请科长来谈一下这个补助的方式 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刚刚有谈过 就是我们县内策略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的 涉及前新住民的医疗补助 刚刚有讲到这个 然后如果它有符合特殊建议家庭补助资格 我们也可以就禁制申请 就是特建家庭补助生活这样子 可以另外再申请特建家庭的 对 这个补助 好 以上都是真的都跟新住民朋友息息相关 请大家要记得 好 再来就是请科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苗栗县内的新住民 他们有一些比如说活动的消息 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福利政策的消息 哪里可以快速地知道呢 现在网路也蛮方便的 是的 我们除了可以透过中心 你可以电话咨询037-277-017 那县府也建置相当多的搜寻管道 譬如说苗栗县政府全球资讯网 苗栗县新住民照顾辅导资讯网 苗栗县政府LINE官方 或是苗栗福利站的FB 甚至我们直接在FB搜寻 其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的粉丝专业 很多的粉丝团 是 我们除了可以搜寻到 本县新住民的相关活动讯息外 还有其他重要活动内容 也一并可以在这里获资 那其中我们有设置了一个 新住民照顾辅导资讯网 我们有提供了八大主题区 分别是生活适应辅导 医疗生育补助保健 协助就业辅导 提升教育文化 协助子女教育 人生安全保护 规划 统计资料等等 并提供四种语言 有中文 越南 印尼 英文 方便新住民朋友 以熟悉的语言 还有一道自身的需求 快速地找到相关的资讯 所以欢迎新住民朋友 也善加利用这样的一个网络系统 我们都分项分类帮大家都整理好了 就在苗栗县新住民照顾辅导资讯网 这个网站上面 是的 我们的活动资讯都会在辅导资讯网里面 即时更正 他们只要按下翻译 就可以看到他们 他只要按到他们自己的语言 直接就进入他们的网站 就是他有一个功能写说 中文 越南 印尼 还有英文 对 他们直接按下来 整个网站就是全部翻译好了 是的 非常贴心 好 那既然我们刚刚科长也有聊到 就是说新住民生活适应方面的一些协助 其实蛮大宗的新住民朋友 都是嫁来台湾的新住民姐妹 其实刚刚也有讲到 这个四字班的部分 就是听说读写 他们有时候 我华语没有那么好 可能基本的听说读写的能力 都还不会的话 其实也有提供一些辅导学习的管道 可以让他们来利用的 也请科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为培养新住民听说读写的能力 还有充实他们基本生活的智能 所以我们也配合教育部的计划 开办成了基本的研习班 还有四字班的部分 苗栗仙也会配合教育部的核定型 开办四字班 届时相关的资讯就会透过 新住民照顾辅导资讯网 或是教育处 或是开办学校的网站 都会将相关的资讯揭露 再请有需要的新住民姐妹 注意开办的资讯 注意这个开办的资讯 像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说 大家想要知道活动的 或者是福利政策的消息 刚刚讲到这个 苗栗仙新住民照顾辅导资讯网 上面就会放上这些 相关的开办讯息 是的 对对对 那包括像是我们的 现在LINE很方便 请你也可以加入 苗栗仙政府的 LINE的这个官方账号 是的 反正最快的消息 都会在上面 其实新住民姐妹 新住民朋友之间 他们都也会设立一些群组 其实群组的消息 揭露是蛮快的 是的 比较很快速 他们就可以获知这些消息 好 那我们这一段 也跟科长聊到这里 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多元族群 分享爱